Hello 歡迎回到我的化妝課堂 今次專業化妝網課系列是會有一年二十集 逢星期二、四晚上出片 主要幫助一些對化妝有興趣 而且想清晰化妝原理和學習正確化妝手法的人 相信這個網課可以是你學習化妝的起點 而且是完全免費的 今課我會講柔性皮膚是用什麼粉底好 上妝的技巧和遮瑕不留痕跡的秘訣 由性肌膚來說我會用Estee Lauder Double Wear 粉底液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它的遮瑕度很高 啞光效果 持妝力特強 我們先放在手背上輕輕光滑 再平均地放上臉上 記得少量多次 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越多的話 這支粉底液會變得很厚很厚粉 輕輕印開之後 你會看到粉底透薄和有光澤 我會說一下為什麼會用Estee Lauder 除了它剛才的遮瑕度高 啞光效果 持妝效果強之外 重點是它對油性皮膚來說是超級好 用完之後它經常都不會脫妝 它並不是不出油的 如果你是超級大油皮的話 它也會出油的 但Estee Lauder可以令你出油少一些 而且出油是出粉的上面 即是它不會在底部溶掉底妝 而且越出油 底妝越漂亮的質地 這一個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好 接著就到遮瑕了 遮瑕圈和暗沉的位置 粉底和遮瑕膏其實是不同牌子 所以你會看到是不同的色調 其實很正常的 我通常把遮瑕膏混合少許粉底溶 令它的顏色融合在一起 你會看到這樣做之後 遮瑕膏就不會有色差 就不會出現一些粉底和粉底 遮瑕和遮瑕的感覺 其實遮瑕圈是要先調色再遮瑕的 因為遮中度至深度的遮瑕圈 是一個比較深的課題 我已經拍了一條影片 在接下來的專題會只講怎樣遮瑕圈 之後就會在這個系列的其中一課教大家 今天就不講太多遮瑕圈 因為怕大家吸收不到 消化不了那麼多資訊 這個頻道是主要分享我認為 最實用的化妝技巧 如果你覺得幫到你 記得讚好、訂閱、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一課再見 拜拜